Hello大家好我小鱼 是不是很想知道我现在走到哪了呢 我们的速度是极快的 我小元呢我们俩现在是在四川省的内疆市 今天这一天呢在路上呢就没有拍视频 为什么因为我们俩在着急赶路啊 本来呢小元说 他说姐我没去过成都 咱能不能上成都玩两天 我一看路线 哎路过呀 我说行走吧咱带你上成都玩两天咱们再走 结果我一查 到成都之后我们可能就哪都去不了了 然后又不能去 我们都已经走上这条路了 你们知道吗 然后那啥后来我一想 哎呀成都不能去 重庆也不能去 我们这走的这条线 其实我说句实话 我导航都导懵了 我也不知道我们这个导航怎么变来变去 最后变成这个样子了 又经过成都又经过重庆的 就是按我们两个开车的距离来说 就是到重庆或者到成都 都是应该我们下高速休息的这个距离 我这一看不行啊 然后我们就取线了一下啊 取线就了下了国 然后我我跟小元说 小元啊咱不能走啊 重庆和成都都去不了呀 咱们不能直奔丽江了 直奔丽江必须经过这两个地方啊 说句实话啊 我也不知道导航怎么导的 导着导着就是 不是从成都走 就是从这个重庆走 然后能到这个丽江 后来我说小元不行吧 咱俩去昆明吧 然后我一导航 哎 去昆明有一条 从重庆和成都中间的一条高速 哪也不挨 然后正好在他俩之间 也是该休息的位置 有一个城市叫内江 四川省的内江市啊 是安全全的 所以说今天晚上我们俩 今天我们一路狂奔开车 开到了这个内江 明天呢我们就可以到这个昆明了 明天就能到昆明了 然后我们是打算在昆明待两天啊 其实说实话 这一路上走确实是挺辛苦的 而且我们这一路也没好好吃饭 也没好好干啥的 就是我说句实话啊 带小元出来 我觉得挺对不起小元的 我有点心疼这个小妹妹啊 第一次出来就跟我遭这个罪 你们看我遭的啊 头发油的 真是啊 什么都顾不上了 就一直在赶路 一直在高速上也不敢下来 然后紧赶慢赶的 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们可以下高速了 我们可以好好的洗洗涮涮了啊 明天就能到昆明了 然后我们是已经出来 今天是第四天了啊 然后这是我们的花销 看一下啊 我们都都记上了 这是我们的花销啊 我刚才大概的算了一下 我们一共花了三千多了 而且你们看我们这个花销里头 我们这个花销里面就吃过一顿饭 花了17块钱 剩下都没吃过饭 全是路费 国道费和这个住宿 我的个娘家来 太危险了 看到了吗 这个就是我们这几天的花销啊 走了四天 然后走到内江 我们只能曲线一下了 直到丽江走不了了 我们还有700公里到昆明 我们俩准备明天就一路干到昆明啊 哇 明天还得1000块钱 能不能打住我油费过路费啥的 也不知道呀 反正我们这挺惨的 一路上都没有饭费 我们俩一路上没吃没喝的呀 在吃饭上 除了那天卖了一顿早餐 花了17块钱以外 没在吃饭上花过钱 全是路费过路费 真是勒紧裤腰带呀 我们要是仔细看也能看得出来 我们这个住宿是一天比一天便宜 第一天可大广了 住了个100多的 后来就变成70多 70多 今天晚上才花了69块钱 这是我们69天的住宿 给你们看看啊 看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住宿啊 69块钱 房间虽然有点小 但是还可以啊 这个是卫生间 就这价钱 我们已经知足了 小元妹妹 辛不辛苦这几天 不辛苦 苦中作乐 苦中作乐 我都试着对不起你 跟我出来吃苦了 再忍忍再忍忍 等着求着我的车之后就好了 等咱们到了云南境内 咱们就好了 我带你吃两口了 我感兴趣 我主要想玩 我想去看风景 可以可以 哎呀 辛苦小元了 我都试着这两天 真有点对不起你了 天天跟我遭罪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一天的经历啊 光开车了 来路上连拍视频 都没拍视频 平时还能拍一个 就是开车时候 拍一下那个视频 今天连拍都没拍 我俩是轮着班的开车 轮着班的换啊 我们俩就一直轮班 开到黑天 今天现在已经是9点多了 我们踩到地方 好了 我们要早点休息 明天继续赶路 明天还有700公里 等着我们呢 然后再次